第二章 偏执性人格障碍 一般会表现出固执 敏感多疑 过分警觉 心胸狭隘 好嫉妒的特质 这类人大多过分地以自我为中心 对挫折和失败极度敏感 所以就特别容易冲动 有攻击性 好斗 这类人会经常处于一种戒备和紧张的状态 所以对他人的一些善意的行为 也总会采取敌对和藐视的态度 那所以此类人呢 他也一般不会主动或者是被动 寻求一生的帮助 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故事中主角的父亲 经常会不分场合 时间的吵架 他爸爸不仅和妈妈吵 也和爷爷吵 而且和姥姥的关系也不好 这是偏执性人格障碍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好斗 那幸运的是呢 一个家庭中如果父亲患有偏执性的人格障碍 如果母亲具有良好的心智能力 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孩子化解心理和情绪上的危机的 所以故事中主角 炎炎的成长环境虽然不完美 但是呢 有很好的内心资源 同时她有调动这些资源的能力 也就是在面对情绪障碍时 她有办法解决和面对 所以我也很想把故事中主角炎炎的这些办法总结出来 帮助正处在抑郁中的你 那第一个方法就是书写 书写是治愈自己的有效方式 比如和父母沟通不畅时 炎炎就选择用写文字的方式和父母交流 表达内心的伤痛 同时在和抑郁症抗争的时候 她也选择把内心的想法写下来 让情绪呢 得到自然的流露 第二个就是要有意识地进行认知的矫正 炎炎念经式地告诉自己 你没有错 你没有错 其实这种有意识地改变认知 也会让自己不再那么自责 第三个方式是冥想 这种一呼一吸的训练 更细微的五官的感受 会提醒我们活在当下 增加生活的幸福感 那第四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运动 运动呢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放松 缓解情绪 而且会让我们感觉到 对身体的这种掌控感 当我们的身体感觉舒服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情也会放松很多 第五种方法就是要学会寻求父母的帮助 当故事中的主角得知自己被诊断为双向时 其实他的父母第一时间给予他的是理解和支持 他妈妈也会查很多的资料 爸爸呢也在尝试做出改变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大部分的家长都是爱孩子的 只是过往爱的方式不恰当 当父母能够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去调整这种爱的方式 对孩子就是一种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 那第六点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及时就医 遵照医嘱 故事中的主角说 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太辛苦 不仅没有走出来 反而越陷越深 请不要再勉强自己了 立刻去医院检查 让医生对症下药 这不是逃避 更不是无能 而是脱去铠甲 坦然接受自己的脆弱 然后继续拥抱生活 也希望这六条建议 能够给深处 郁郁症中痛苦的你 带来一些启发 最后呢 想用炎炎妈妈的话来说 有时候我真想 谢谢抑郁这位朋友 是她让我和老公的心 越来越近 让我们一家三口 像现在这样亲密 能够有温度 有爱地依偎在一起 抑郁最怕的应该就是爱了 这也给父母一个启发 孩子得了抑郁症并不可怕 积极面对和处理 换一个角度 问题就变成了资源 是抑郁让家长重新审视 夫妻和亲子关系 反而让这个家庭 重新感受到爱和温暖 祝每一个家庭都找到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